胜点巅峰对决第五场比赛现在开始 首先有请龙队来自洪拳的郭天赋 用鬼精灵三个字来形容洪拳小子郭天赋最适合不过了 领动的身法配合灵活的头脑 顽强的拼搏融入神才奕奕的精气神 打发积极 战术合理 他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激情汉战 我是最强的 也是最勇猛的 带着微笑 扬着豪气 怀着梦想 领动军翼小将郭天赋 在精通的擂台上是要套战身手 来自虎队的行一拳为北京 他是蒸蒸的铁盘 权重视网 威力无敌 我六岁半跟我父亲练了 我写一拳 请您注意 我的拳是很重的 他是刚烈的舞者 恪守原则 威武不拒 但他也有柔情 也有故人 戏独情声 他就是行一群亚军 铁血柔情的魏北京 有请我们的场上裁判 苗勇志 临盛点巅峰对决的第五场龙虎大战 两位选手 红方 来自陕西红泉的郭天赋 战黑方 行一拳的汉将魏北京 两位选手上来之后 魏北京 一个非常明显的技法 那么北京这名选手呢 今年40岁 身高远72体重90公斤 来自江苏的披州 现在呢 在披州开发区财政局工作 性格外向 浩克 习武呢 已经有30年的时间 习练过行一拳 通贝拳和八卦掌 红方 郭天赋这名选手呢 今年只有20岁 身高是1米70体重65公斤 来自陕西华英市郊镇乡 两宝尊人 性格呢 是内向 现在呢 在西安 自己经营了一家 红拳武术表演团 任团长 好的 非常非常的有霸气 我们看到小将 红方 郭天赋 作为红拳的一个弟子 虽然年龄上比对方要小20岁 武林要比对方少20年 但是呢 这个一招一拾的霸气 好的 非常的精彩 同样 黑方行一 汉将魏北京 那也不是白给 他的行一拳的功力是相当展示 那么北京这名选手台上的黑方 他的行一拳的技法突出特点是 批崩钻炮横里的崩拳 非常的有力道 还有就是他的腿法 狸猫上树和这种龙形的运用 当然他的拳法 这种单马型和双马型 也同样非常的独到 上一次打完武林大会之后呢 回到当地 那也绝对是当地的一个名人 当地的这个领导 电视台啊 专访报纸杂志的报道 那是铺天盖地 好的 本场比赛第五场比赛结束了 请编才和专家评审认定 黑方胜 再次最最热气的掌声 送给两位选手 也感谢我们的场上采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